走到哪都被群眾包圍 共選總統 高雄市長韓國瑜高人氣 卻被藍綠夾擊 資深音樂人劉家昌多次臉書PO文 力挺他 試圖PO文力挺韓國瑜 就是因為日前立委講萬安的麥克風事件 被放大解讀 讓劉家昌有感而發 直出國民黨不曉得還有多少馬獎之類的人 案件難防 該遠離他們 要韓國瑜拿出魄力 讓人民正遭提名 更透露自己已經打了不少電話詢問 有九成國民黨員挺韓 至於海外華僑更是不用說 像這位28年前嫁到比利時的華僑小姐 因為韓國瑜的出現 讓本來對台灣政治失望的她 燃起一線希望 更開啟直播闡述挺韓理念 蝦小姐更透露如果韓國瑜出來選為了投票願意暫停工作 趕在6個月前回台回覆投票權 隨著2020將近 還內外粉絲用自己的方式 公韓選總統 期盼韓國瑜就台灣 接著台北正好報導